睜着大大的眼睛 154只猫咪被关在小小的笼子当中 飘洋过海走私到台湾 遭到海巡署查过 没想到洞检局选在国际流浪动物日 将全部猫咪安乐死 引爆猫奴不满气的灌爆总统脸书 痛逼动物也是生命 政府打疫苗都没杀生这么快 国际流浪动物日便安乐死 世界果然比不上台湾 走私毒品都不急着销毁了 却赶着杀猫 不过是为了省麻烦不想照顾 总统一向以猫奴自居 对照平日爱猫形象 就回蔡政府将154只猫咪安乐死格外 让人错愕 面对全民怒火 蔡总统紧急扑文灭火 谴责走私者 也对生命被当成货物感到痛心 并强调会透过修法 在检疫与动物生命之间取得平衡 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也出来 党炮火力挺官员执法 并强调所责任他一人承担 小鹰的内阁里面 我的负责就是说 不然你是要怎么样 最可怜的应该是猫咪或者是动物吧 因为他们是不会抗议的 人家是猫子哭 耗子嘛对不对 他是耗子哭猫 不只是讲慈悲 他其实就是利用 台北市长柯文哲也颇文谴责 认为不能善待动物不算进步国家 不能为了方便而任意处置 其他物种生命 只是在台湾看到的就是走私者犯罪 无辜猫咪送命 就综合报道